我們現在繼續 我們繼續就馬西方十二章 一到八月開始的 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是會快些的 就 這段經文就講到祭司店 他們犯安息日是沒有罪 因為呢 其中 人數記那裡講到 當安息日要獻兩隻寶殘 就是一歲的公園人公 就是他們都要做事 亦都在安息日吸引人的國體 所以他們在電裏 扮安息日是沒有罪的 其實就是用這個言論 講到 因為他 證明他自己是人子 其實很多地方都講到他那種權兵 其實是不公開講的 不過他就沒有用基督 這個名字 譬如說 人入鱷洞 或者跟他腹中又流出活水 那這個真是沒有人能夠這樣應會的 所以那些抓他的差異 都說 他說話真的不像普通人的 所以他們不去抓他 然後呢就是 就是 主耶穌在安息日 在安息日 醫治那個枯乾手的人 他說 安息日 他的羊掉到坑 你會不會把他拔回上來呢 那何況是 神的兒女呢 阿巴勘的後女呢 好 馬太12章15到21節 這裡就講到 就是 耶穌是應驗聖經的預言 他依次很多人 是應驗聖經的預言 那麼 我認識有些人 曾經有個牧師跟我說 他說這些 醫治不是醫治身體 是醫治心靈 但是呢 馬太12章15到21節 是很清楚講到他醫治 然後講到應驗 爾賽斯的語言 所以那裡是很清楚 是講到 他應驗這個語言 是醫治的 他的醫治的能力 馬太12章22到30節 馬太12章27就說 耶穌是靠鬼王不趕鬼 耶穌就回答他 如果殺旦 握屬殺旦 祂主張分身 祂的國檢難活 集入不住 還有 祂一定是 盡臟誠時的家 堅持朱會小鬼才能夠準確加他 就是耶穌已經堅持 叫魔鬼了 好了 那麼 對於我們來講 有什麼重要性呢 其實每一個經文 我們都可以深奔去green 就是耶穌完全的得盛 祂是有完全的權力 所以基督徒也有完全的權力 權力不用怕魔鬼的 因為耶穌已經很近當魔鬼 但是為什麼魔鬼仍然可以做功呢 就是因為人不犯罪 給魔鬼留地步 但是如果沒有給魔鬼留地步呢 魔鬼是沒有權力的 不是說 因為有很多人經常都 這個都是在《零一天之》上有的時候 經常都說是攻擊的 那我聽到呢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經常說攻擊的呢 耶穌很清楚說了 我已經給你權力可以見到 聖子有四個壽力 一切的能力 一切的能力 全會有什麼能害裡面 是很清楚的 在這裡也說到耶穌已經很近說這個壯士 但是為什麼還說攻擊呢 而且確實際上有說到犯罪是要攻擊的 就是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魔鬼來偷襲殺人 這些都是說到魔鬼是可以攻擊的 但是攻擊的原因是因為人法罪 和神關係不好才能夠攻擊 但是有些人就跟我說 他說呢 你經常跟他說 邪靈會攻擊的 又會沾染的 這個呢 就是變成了一種迷信 就是覺得呢 其實耶穌叫我們信的人 叫神職除了他們的功 奉 奉祂的名趕鬼 那我們明明做耶穌的吩咐 那怎麼會被邪靈攻擊呢 但是這個就成為一種 就是可以說呢 一種迷信 就是我認為寧恩派的迷信 但是我們會說 是會有攻擊 當人有罪 就是跟著去追去 他跟神的關係和罪 就不是追去說 他趕鬼 或者他宣教有人跟我說 你經常去尖駕 你就要尖駕 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不要根據聖經 懼怕 那也有人跟我說 他說我現在不跟人按手了 因為呢 怕尖駕 我說耶穌吩咐你做你就不會做 耶穌為什麼吩咐呢 在馬歐十六章會說 信的人哪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和我們講鬼 就是手按病人的病人 這個經文很清楚說 那個是基督徒可以為人 神的真意是所有基督徒 不過呢 如果基督徒真的有邪靈 他是需要處理 他有一個問題 他需要處理 但是他處理 基本上處理了 就是沒有人是絕對沒有罪的 不是說 這個人是背袋的 是盡力行神的路 他按手是不會存在邪靈 但是很多人就會覺得 那些基督徒沒有夠完美 或者什麼原因呢 他有邪靈在裡面 那這個呢 是真的不合理 但是基督徒如果生命 是很多破口給邪靈 也不會改變 他可以有邪靈 但是有些人就說到很多人都有 所以你就不要讓他按手 那我自己就覺得呢 就是我的訓練呢 就是訓練 基督徒主理生命 和神關係好 然後 為人按手 帶來祝福音樂 這個就是我和聖經看到的 這裏呢 這裏呢 第十二章三十節中間 那裏說 不如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修罪的就是分散的 那裏就說到呢 我們不和耶穌相合的就是敵黨他們 就是說我們不是和他配合的 就是敵黨 就是就算那個人 尤得你信耶穌了 他不代表他是幫耶穌的 他是一樣是敵黨 當然不是和耶穌一起做耶穌所吩咐的事 那而我們又看到呢 就是在這些經文呢 就看到這個屬性的神 神的掌權 神的全能 神的大能 他勝過魔鬼的權力 和他賜給我們這個權 也有權力的 我們個個都有這個權力的 《華帝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 《涉徒聲明不得射矣》 那這裏呢 都給我們的 這個觀念就是 聲明是尊貴的 我們不可以涉徒聲明 在這方面呢 有些人呢 他就很擔心 他跟我說 他說 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經蝕了聖靈 我不知道是不是得了四年 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說過這個 那我就跟他說 聖靈的工作 在《華帝十六章》 《華帝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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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是聖靈的工作 因為他會稱聖靈為主 他仍然有聖靈的工作 這兩個經文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曾經有些人說 我是不是得救啊 我仍然是否得救和聖靈的關係 這兩個經文 第一就是說 有16章8節 我怎麼記得就是8、2、1、16 有些人說 你怎麼樣怎麼辦呢 我記得它是16 而就是8節 就是呢 因為聖靈來到就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 即是會知罪 而《江洛德》前十二章三節就說到 人類仍然是耶穌為主 都是有聖靈的感度 即是說當他仍然有聖靈的感度 他仍然是未失去聖靈 仍然是得救 仍然是跟實有關係 但是這個涉毒是一次無意的涉毒 無意的涉毒 因為是某一種程度的抗拒聖靈而涉毒它 即是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不涉毒 不過我就會叫人家千萬不要涉毒聖靈 但是萬一他有說了這些話 他仍然悔悔的 我就說你不要擔心 另外關於聖靈呢 我也聽過有些人的教導 我自己也想過 是不是 聖經呢 我也聽過一個自奉的人 他會說什麼呢 他說聖靈好像甲子 甲子是很溫和的 你如果做些事情強硬就會嚇走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兩件事 就是他會嚇走的 很溫和的 那這個呢 又是 真的很奇怪的 因為聖靈都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神是很有權力 很有權威的 你不會嚇走神的 當然當人不服務神 聖靈會充滿他 但是他信主 依然聖靈和他工作 他繼續信靠和神有關係 他依然和他工作 就不會說他就會失去了聖靈 即是不會說這個人對聖靈很粗暴 聖靈就不來了 我真的 我不止一次聽到 也都看書 有看過書 有講過 我有聽過影片 有講過這些 這些都是一些 即是有時有些教導 我們每一樣聽到的教導 我們都用聖經去分辨 因為我們是跟聖經 我們是跟人 實際上有很多人他們那個教導是聖人 好了 馬太十二章 三十三到三十七節 善人和他生命阻纏的節奏 學出善良 惡人和他生命阻纏的惡惡 發生惡惡 那這要講到就是 基督徒有兩面的生命 不信者也有他兩面的生命 是這個生命影響我們突然接觸這個果子 而這個就是神的屬性 神在哪裏 那裏就有生命的改變 那所以呢 我定義得救的人是怎樣定義呢 就是有神堆住在裏面的 神的生命就會將變出來了 這個就是得救的人 不只是信耶穌 他真信耶穌 他就會有生命的表現 他如果說信耶穌 但是完全沒有改變 就是他的信心是自己的 所以這個經文就解釋到 什麼人是真是得救的 就是他裏面有這個生命 在他裏面存在著神的善良 因為神的同在有生命居住的 所以我定義一個得救的人是什麼呢 是一個信靠耶穌 讓耶穌成為他生命的主 救主和生命的主 耶穌居住在他裏面會感動他 改變他的 這個就是一個得救的人 一定是有這個表現的 這個就回答了 為什麼聖經講到是有果子的 不是說得救就得救 是一定有果子的 也都給我們看到神的屬性 他是善良的 在他裏面發出很多微笑的事情 而魔鬼是邪惡的 在《以不所思》第二章 第一節到第二節 就講到什麼呢 當我們仍然死在罪惡過患的時候 那時候是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在《滑溢之子》 心中混合的主領 《以不所思》二章一到二節 大家可以看 那這個經文說什麼呢 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未信耶穌的人 是順服這個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在《滑溢之子》 心中混合的主領 就是不信耶穌的人 心中是有邪靈混合 不一定是邪靈充滿 邪靈充滿就是邪靈掌管他的身體 我們怎麼知道是這樣呢 就是跟他講邪靈的時候 他身體都會受控的 就是被邪靈控制的 那些就是有邪靈 追住的人 但是那些很多 不信的人 其實就是邪靈影響他 他是順服這個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順服魔鬼 他是順服邪靈 他的思想靈與雲 受邪靈的影響 但是他的肉身依然是被邪靈充滿 所以他沒有那些 那些被肉身被邪靈充滿 那些章節是什麼呢 他自然講不到耶穌的名 他自然是可能邪靈會控制他的動作啊 他做的事情啊 他會趕邪靈的時候 他的手好像跟你鬥過啊 跟你鬥打啊 那些就是身體控制 那有些人呢 他是被邪靈影響的 他會迫反耶穌啊 不聽耶穌話 但是他沒有這些章節 所以呢 可以分得到 有些是被邪靈影響他的靈魂 但是有些是身體也影響了 那這個以復所說的 二章一到二章 這個經文給我們知道 但是不信的人 都是有邪靈在他裡面影響他的 但是未必是 堅持在他身體 但是總之是影響他的 那我自己呢 我就會有一個教導 那他信耶穌之後 他到底他有幾聽話呢 到底是不是耶穌掌權 還是魔鬼的掌權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圖 依然呢 就在職情網啊 犯奸人啊 有淫念啊 得罪人啊 傷害人啊 攻擊教會啊 令教會分裂啊 這些我們都會看到的 真的有些人 但是真信耶穌 但是他會有這些表現的 所以呢 就是一個 人信耶穌之後 他盜仔 他本來是給情景有一個人 他有幾多給耶穌掌權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有很多人呢 他信耶穌之後 他不是給耶穌掌權 所以呢 他依然在他心裡面 有惡從的發出來 所以他依然會傷害人 而教徒應該追求的就是 不要有任何惡 因為呢 順著情欲殺 那些同情欲收快位 惡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所以這個經文 就是順便告訴我們 我們來自 內心那個生命 是影響我們怎樣的人 而神是次善良給我們 不過人因為 未必聽話 和神關係不好 所以未必充滿神的次善良在裡面 OK 有些我們跳了 嗯 馬太十二章四十三 那裡 就說到烏鬼離了人生 在無水之地 找不到安息之處 就找七個更惡的鬼 進去那個人那裡 那麼耶穌就說呢 耶穌不是說一個人 他就說這個世代也要如此 不過他說這個世代也要如此 他不否定 就是說人都可以是任人 那這裡給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呢 齊靈是想找地方居住 他找不到的時候 他找不到安息之處 他是不舒服的 齊靈是想找人去居住 或者找動物那些豬 那他們想去鑽入那些豬那裡 齊靈是想找安息之處 還有呢 當一個人不聽話 不聽神的話 你趕齊靈是他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幫人輔導啊 趕齊靈啊 主力證明 我一定是要幫他和神的關係 主力證明 就是趕齊靈 除非那個人張獻得很厲害 一看到他已經是張獻了 他就沒有時間 不會說話了 說話都說不完 那我就一開始 就會趕齊靈 讓那個 齊靈的勢力換成 首先 就是 很多人呢 就是我看過 有些人網上都有的 趕齊靈 就真的用了很長的時間 不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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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奉耶穌為趕齊靈 我們有耶穌的權力 我們不需要很大聲才有這個權力 是耶穌有這個能力 就是我自己和人趕齊靈 我很多時候趕齊靈 我都會 我耶穌讚你這個 你也有感謝耶穌 因為神的同罪就會趕齊靈 但是我都會 服耶穌也沒有趕齊靈 但是我不會整天都是說罪 我也都不用叫到 喉嚨都殺了 不需要的 因為耶穌有這個權力 那而那個困難的地方 那個人聽不聽話 就是他和世關係有多好 還有他有沒有罪 影響他 當他心裡有罪 有負面思想情緒 他和神關係不好的時候 他邱靈就不會走的 所以這個呢 我就一定是活動 那我也希望大家 將來有機會這樣做的時候 你都會 不要只是趕齊靈 那也都給我們看到 就是神堆住在我們心中 就對比了 相反 就是說你有時候想尋找佛 就是找個相反 這些人呢 就被污鬼時亡 我們呢 就是聖靈充滿 另一點呢 就是聖靈和邪靈很大分別 邪靈是控制人的 聖靈呢 是感動人的 人可以拒絕的 這一點呢 是非常大的分別 和神的分別 如果大家留意 如果大家留意這個世界的 先制的軍王 比如希特拉 很多不好的領袖 他們通常都是控制的 而且呢 現在末世的另一個先朝 就是有很多國家定義 大家可以留意的 不同的國家定義 就是呢 其實 他們並不是為了人民的福利 而是他們想控制他們 想得到利益 很明顯呢 就是聖靈充滿他們 影響他們 以致他們呢 經常都是控制人 那 好了 這樣應用在神的裡面 神是真的感動我們 他的天皇 我們不是變成了機械人 一定要這樣做 一定要這樣做 在聖靈感動我們 所以是很輕鬆 很開心很快活 好了 那我又講回基督徒 和基督徒領袖 我們都學習 不要用強權來控制人 所以 很多私信都有講的 不是 核製軍洋 我們不是用核製的方法 是用恩典去動 那這個就是神的方法 那大家也可以 我每一個教導 我都會用《聖經》去看的 我真的發覺呢 其實耶穌跟幾多說 你會三次承認我 耶穌沒有援著幾多條頸 你今天不可以否認我 當然其實耶穌警告了他 他應該聽話 不過他就是不聽話 他其實就害怕了 但是耶穌又不會用強權 和打他 打他 打他 他就說 今天你不可以否認我 就是這樣 尤大呢 他就警告他 懶人不生就世神倒霧 其實尤大聽到應該嚇得不得了 但是尤大沒有聽話 他應該完全沒有答 好 我們繼續 馬太十二章四十六節 當我們聽神的話 就是耶穌的弟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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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種不同的禮譜 就是這個生命如何回應他 其實每一個基督徒那個生命的表現 就是在乎我們的生命的質素是什麼 而這個質素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當我們感激神呢 我們就會變成普通的 我們不覺得神是重要 而通常的特質就是這樣的 我們大家會看到這個特質 通常我們靈命不好的人 他是專注於自己的 自己的需要 所以有人就畫了一個圖 大家可以看你的手 代表神的 有一個圓圈 接著四個墊墊向外面 就是說神是外人的 向外的 然後罪人又怎樣呢 這個圓圈墊墊向內的 經常是關心自己的 我們發覺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就算是耶穌也是這樣的 經常都說 哎呀好慘啊 快點幫我吧 那些人都對我不好 沒有人關心我 經常都是看自己的 而通常那些基督徒都是很 很免弱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四種迷惑就是 有些就是淺套 他沒有絕膜在神那裡 這個 石地那些都硬了 他只是顧著自己的東西 那經濟那些也是被 世上的思慮全面的迷惑 低著了 就是說他被這些影響 所以呢 他的生命呢 全部都是為自己的 那這個比喻就是 講到不同的生命 那呢 弟子的比喻 就是講到有人殺種了 殺種了 然後呢 就是魔鬼又來殺種 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有兩種種子 那我們要分裂了 不要以為是說耶穌 有耶穌的名字就是不好的 那我想講呢 在網上真的有很多錯誤的教育 其中有一個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這個叫做 曼德拉效應 你有沒有聽過 曼德拉效應 曼德拉效應呢 曼德拉效應呢 他呢就講到 有很多事情魔鬼將他轉了 就是 他其中是因為曼德拉這個人 他就有人說他死了 但其實那個時間是不對的 那他就說那些人呢 就是魔鬼可以把消息全 改變 他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改變 那譬如李小龍有一套戲呢 那就是 他就 有一張紙 就是有一張 因為那些日本人呢 給中國人寫著呢 就是 東亞羅夫 東亞藥夫 東亞病夫 病夫 是啊 病夫 但是呢 他講的時候 口講呢 他就沒有講東亞病夫 就是 這個字呢 就是病夫 那樣的 那些人就說 你看 魔鬼連一套戲都改了 那些人呢 走去看 原來的圖片 根本不是這樣的 好了 而他攻擊聖經呢 他就是聖經 有些經文 魔鬼已經改了 那些經文呢 通常是那些人呢 不太留意那些 那些 比如其中一句 很多人都說 信與不信 與不相悔 不與同感覽 我當時大家都聽過 但是聖經是說 李門與不信 的言 不相悔 不與同感覽 是李門 他說 魔鬼連這句都改了 因為很多人口頭上 都會說 信與不信 與不相悔 其實原來不是說 信與不信 而是說 李門與不信 那他就說 魔鬼已經改變 所以你不可以 信聖經 那這個是令到很多 基督徒人 尤其在後山那裡 很多傳奇人 令到很多人 他們就 他說 你不可以再看聖經了 甚至說聖經是魔經 這些就是有時候 魔鬼用不同的方法 也有一個網 是怎樣 他就說 保羅 就是 真是最小的仕徒 和錯的仕徒 他就說到 保羅 是不可信的 但是他 他又說他信耶穌 他又說他怎樣 根據聖經 那他 什麼地方 他說 保羅 不是 吹殺 因為保羅就說 安息日 月索 節旗 這些事 是映而 乃形體 確是基督 因為 保羅就說到 我們是不需要一定 跟從安息日 或者節旗 在加勒泰書 甚至有說到 他說你們經常 搜這些節旗 我會為你懼怕 我想說 搜節旗 不錯 不過 不要以為搜節旗 有密碼的因子 聖經是沒有說到 有密碼的因子 甚至 保羅說 你們還是搜節旗 我為你們懼怕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就是說 這些節旗 可以是紀念 不過 不要以為 會有密碼的因子 好了 那個人就說 保羅錯了 因為聖經說 是有這些節旗 所以他說 是錯了 所以保羅的信信 你全部都不用信 那這些都是一些 在網上的教導 就是避子 有些混合一些 基督教成神 總之 所以我們要小心 但是呢 神是知道了 神知道了什麼 是密子 哪些是避子 最重要是我們自己 親戀 還有別人說的話 都相信 不要去到特會 聽到什麼 就相信什麼 真的 就是我聽過一些很疲倦怪狀的教導 就是我是 是 我真的覺得 聖經是神給了我們 我們一定要用聖經來 批判任何的教導 分別 OK 好 芥菜種 比喻 就說到 其實呢 原來 應該是沒有一個菜字的 這個 這個芥菜種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吃的那些芥辣 那些種子 那它呢 就是一棵樹來的 但是它的芥菜種呢 是很小顆的 但是它變了一棵樹 所以這個比喻是說到 天國是會很大的增長 不過呢 有些人又說了 因為它又說到 雀鳥飛來 不過沒有解釋到雀鳥是什麼 他說這棵樹很大 所以有雀鳥飛來 那到底 他們 就是有人這樣說 這個呢 就是代表魔鬼 就是天國就有魔鬼居住在這裡 那 我來說 我就覺得 如果說到神的 得救的人 是沒有理由魔鬼居住在這裡 人家說教會的架構有沒有呢 可以有 那 到底這個雀鳥是不是魔鬼呢 有些人的識經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字眼在哪裡呢 是 有一個意思 它就會全本聖經都是跟這個意思的 就是用字眼來分別 譬如其中一樣的 一種的觀念 大家都可能聽過的 耶穌和我同僵的犯人說什麼呢 今天你要和我再樂園 那有些人就說 樂園是另一個地方 天堂 還天堂 樂園還天堂 樂園 天徒死了就去樂園 就不是去天堂 在那裡等到將來耶穌回來 我們就去天堂 那這個教導有沒有聖經根據呢 它們就純粹根據那個字眼 樂園和天堂不同的字眼 所以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用兩個經文去描述 聖經很清楚說到 我們死了之後是神那裡的 很清楚 保羅說 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 大家沒有印象 其實在比書裡說到 他離世在哪裡呢 與基督同在 基督在那裡 這個經文已經很清楚了 第二個經文 耶穌臨死的時候 說我將靈魂交給你的手裡 他就去天堂那裡 所以耶穌死了不是去樂園 他說那個群人就在樂園 他就去樂園 但是我將他靈魂交給你的手裡 那這兩個經文來講 最清楚就是保羅那裡 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 那就是說 我們死後是去天堂 跟耶穌有生命關係的 那我們就 不要聽到一些人說一些話 是啊 不同字眼 那就是有另一個教徒 譬如有另外一個教徒就是這樣 有天堂有地獄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愛哭褲子的地方 因為在馬太25章我們講到 那些人不聽話了 把恩賜迷藏 他就去愛哭褲子 就是在外面 在外面黑漢裡 在那裡也要愛哭褲子 他們現在是神學 他們都是信耶穌 所以他們不會去褲子 但是其實在其他經文 說到愛哭褲子的時候 是適合地獄一起去 所以愛哭褲子並不是一個 另一個地方 還有馬太君 第二第三個比喻 第二個比喻就是 埋藏在地面 那些恩賜迷藏在那裡 就去到愛哭褲子 去愛哭褲子 去愛哭褲子 外門黑漢裡面 有第三個比喻 就是沒有做在主的頂身上 就要進入歸 就是魔鬼和他使者 所以也有一個因果 所以都是講到地獄 所以就是說 沒有使用恩賜 還有沒有做在主的頂身上 都是他們 所以是不支持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第三個地方 叫做愛哭褲子的地方 OK 好了 可以的 只要是不是 能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